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d 那我們今天的台股就是 不太漲 然後也不太跌 真的是蠻無聊 是蠻無聊 那應該說可能是我自己手段持有的個股 不太漲 不太漲 那當然也有可能 你手段持有的個股是有漲 那 當然今天下跌看起來好像是比昨天還多一點 因為畢竟震彈盤嘛 那可能會覺得說 感覺是不是有點漲不太上去 那通常都會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 就是 多空的一個力道的這個交戰 那像昨天是上漲 就是 相對來說上漲的一些 個股是比較偏多的 那今天是有發現我們的貴買呢 是有爆一個量 爆一個量 它這個量跟它平均起來量是 算是整個波段裡面來說算是蠻大 待會再說 我們主要看一下新聞 那這個新聞是 全球科技 財源潮蘋果船 那當然 這個 我也只是 看看啦 就是覺得說 挑選一些 我覺得 感覺上 會不會是 用來 砸最近的盤 最近好像 雖然說還是慢慢的往上漲 但是說真的我自己 也覺得說 漲得有點多 然後呢 其實覺得說會不會 下來打第二隻腳 對那 待會給大家看一下上陣指數好了 就是 中國那邊的啦 他的指數也是在前一個月是往上暴漲 然後 那算是前前一個月啦 那在七月到八月的時候是往下 再來修正 那目前一樣在修正當中 那會不會是有這樣的一波這樣下來 所以 還是目前都小心謹慎吧 雖然說這一波這個 做多方真的是還蠻爽的 基本上呢 空方 我自己本身的空方啦 就是 小打小鬧啦 真的小打小鬧 那 很多呢 做空基本上都 都被嘎到爆掉了 好 如果說 真的 長期在做空的話 就是 懷疑人生 那我不確定 因為他說 知情人士偷漏 這感覺就是有點虛假 不過 有時候會不會是虛假的一些 新聞消息 然後就導致 股市往下跌 還是說 故意要再再次的 讓人再做空 然後嘎空 那今天的 新聞其實 也沒什麼特別的 沒什麼特別的 所以說 主要也沒有什麼特別好講 所以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 先看這個好了 今天早上新聞呢 又在講 這個東西 就是說 最近我們都 沒在看 上禮拜好像也沒有看的 美元指數在做反彈 那 其實我自己覺得 本來本來 本來這個 台幣就是一直不斷的往上 會去貶值 所以我們看這邊的數據 其實 基本上就看得很清楚 不斷的就是一直在貶值 所以 沒有一個回頭的一種感覺 沒有轉落 沒有盤整 這邊呢 跟我們台股呈現了一個 相反的 一個方向 因為基本上 如果說台幣貶值 他應該外資會撤離 應該是會撤值 然後我們台幣 台股應該是會下跌 不過基本上我覺得 目前 沒什麼沒有看到 怎樣的一個 特別的行情 那 可能新聞之後又爆說 如果我們台股 之後開始向下去修正 要去打第二隻腳的時候 開始要正在下跌的時候 然後會不會 這個新聞會說 因為台幣要 因為台幣破30元 然後這個 持續走貶 所以說 外資撤 撤資之類的 然後導致台股下跌 有可能 新聞就是這樣子 因為就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 一個讓你判斷 不是上 這是下的一個行情 沒有一個 好像中間值 一樣 好看一下 主要看一下這個 美元指數吧 美元指數那時候是畫了 我畫了蠻亂的 我們現在就把它給都 Delete掉 把它Delete掉 那 最主要目前應該就看這個 剩下的這幾條線 就是 這邊上掉好了 這邊是走一個 下歇形態 那當然下歇形態不是說 我畫下歇形態 他就一定是下歇形態 而是怎樣 他如果說這個下歇形態 能夠突破 他這個前高 這個美元指數 應該就有機會在持續 再持續往上漲 因為那時候是 他不斷的 那時候稍微預測嘛 所以說他那時候是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話是說 他會這樣子回撤 然後 這個地方沒有卡下去 反而直接上漲 所以有可能到達這個地方 又回跌 然後往上漲 或是這樣 震一震 變成一個三角收斂 然後再往上漲 這是目前有機會 他 有可能 又再次轉強的 一個 看法 一個跡象 因為目前是 已經越過下山趨勢線 那當然下山趨勢線 也不是說就一定就是走 走這樣子 因為下山趨勢線呢 他位置是可以去 隨時做更改 那每個人看的方法都不一樣 像是 如果說我看這樣子的話 那這邊呢 就是 大家所認為的一個 假突破 然後 增疊 所以這邊應該來個 大暴跌才對 雖然說也是有大暴跌 雖然說也是有大暴跌 不過 這樣子上漲上來的 整體的力道 可能就沒那麼強勁 去判斷的話 沒那麼強勁 不過目前 我就貼在這邊吧 然後就是當作他是有機會 持續走 走上去 因為我們的台幣 其實是不斷的貶值 好 那看一下 今天 應該說昨天的 那斯達克吧 那斯達克 剛剛給大家看的這個新聞 因為呢 我們這個蘋果啦 蘋果他其實佔比 非常 佔這一個 那斯達克的這個佔比 其實也是蠻大 那我們看一下蘋果 我們雖然都沒在講 不過偶爾還是會看 看一下他其實就是一個技術 非常 算是 整個線型 線圖都還算是蠻完美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 上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稍微有回調一下 大家看一下這是天喔 回調一天兩天三天 那 這一天兩天三天是7月22 25跟26 我們看一下 那斯達克 來看一下 7月 7月25 7月22 2526 對 這是這三天嗎 這個 我們的 蘋果概念股呢 開始回調的時候 那斯達克也回調 對 也回調 那他為什麼會回調 其實 在我自己眼中的這個技術 大家可以從這個地方開始畫 而且這是有磁吸功能 大家畫出來應該基本上是 如果用確定view去畫 應該是一模一樣 應該是一模一樣 那大家可以 畫一下這個 2020年9月這邊 一路上來的一個多頭 多頭的位置 其實就是有去影響到 目前那斯達克 那 到底蘋果會長到 哪個位置 其實就真的 差不多啦 差不多這裡到這邊 已經快要 到達一個 相對的 壓力 那當然他 還是會有突破的 一個跡象 但是目前呢 我們就 到達壓力 都先看有壓 都先看 不會去設想說 他一定能夠突破 因為其實 說真的啦 這個從台股裡面看 這個就是一個 很像小型的標股 要呈現一個大 一個超級 強勢的 V轉 強勢強勢的V轉 真是 蠻可怕的 所以我剛剛才特別找那個 蘋果的 這個消息 然後給大家看 你不知道 會不會是成為 真的有機會轉折的 一個藉口 我們就說 只能說是藉口 因為 一定要 譬如基數線型的 可能幹基數線型去空 那散戶可能就看 這個新聞去空 對 如果說不是空 就是賣掉股票 至少要有一個 加速力道的感覺 之類的 或是說 他故意讓人家去空 然後再 尬上去這裡 有一個 一個什麼 尬空的力道 尬上去這邊 然後這邊 平行的位置 甚至這邊高一點的位置 再往下去砸 再往下去砸 所以 我們還是非常需要去關注的 那這邊呢 目前 因為我們沒有在操作美股 所以說 基本上我們就觀察好 他如果說有回撤到這個位置 那 這邊這個位置就值得做關注了 因為反彈機率大嘛 因為目前這一波其實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下休 那 一條散散趨勢線 天上去就是一直沿路一直往上走 但他跌破的時候 應該也會 有一個 力道下來 這是納茲達克 所以說 這邊這邊 這邊的位置都可以去關注 納茲達克的一個 走勢 納茲達克呢 目前就是 也快要逼近了 快要逼近到這邊 那 蘋果也快要逼近 這個壓力 所以兩個呢 發現有一些關係啊 就是這個嘛 722 2526 這三天 一個回壓 然後再做反彈 然後呢 這邊是不是沒有看到一個 比較實質的位置啊 大概有 有有有 講錯了 之前有話 後來把他散掉 這個位置 其實好像跟著蘋果 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說 目前有 看到一個 可能會轉折的跡象 那當然他會不會突破 沒有人會知道 我們看一下 那我們就看回來吧 我們這個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今天其實沒什麼特別好說 那市場上大家所關注的位置就是這個季線的位置 那這個季線呢 看起來是有手啦 但我自己 看的壓力是看一下這個位置啊 當然 明天會不會到達 昨天稍微預測一下 明天或許真的有辦法盪上去 然後呢 可能正式出貨 或是來個轉折點 當然轉折點 我也不能跟大家保證說是 呃 不是說我很看空 不是說有可能回跌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15150 那 當然你手上的個股 原本就沒什麼漲 那肯定 一定跌啦 原本就沒有什麼漲上去的 那 沒有跟你的成本去 拉上去 那應該就會有一波 下修的 這個過程 因為 現在目前是15420 那如果說真的回到 15150 甚至是萬五這邊的話 那一定會有個大概 三四百點的一個下跌 這一定會影響到你手上的個股 所以說 目前沒有那麼積極的 去操作 反而是 在等待吧 等待 看看是不是 會有回壓 我們看一下這個位置 昨天是 好像有點量去攻 這個季線 然後最後也攻過去 那雖然我是覺得應該是 因為禮拜五 美股還是上漲的情況 今天呢 就稍微有點卡住 那 直接來看期貨吧 期貨一樣 差不多就是 亮縮了 亮縮了 就是 跟這邊有點像 7月20號 有點亮縮 那亮縮一定會跌嗎 其實 也不一定 只是說他上漲可能就 沒有那麼的 有力道 當然有可能是等待明天 起貨去結算到下個月 的 這一個 就是上漲力道沒有那麼強勁 我覺得是這樣子沒問題 這樣子說解讀沒問題 再來的話我們看一下 那其實 就是這個位置 早上的時候有放在這個我們這個會員群組裡面 就是一個判斷的一個多空 判斷的一個多空 就是卡在這位置是確實有經過 這邊 應該說 他沒有經過 大量的一個回撤 不過是經過一些 K棒的一些 測試 經過K棒的一些測試 他今天確實有手術 所以 目前的話 就直接看這個位置 明天早上就直接看這個位置吧 看他開在這之內的話 那他就會形成壓力下來 那 目前就是 底下支撐看這個位置 好 我們就再講我們今天觀察到的位置 貴買 貴買了這一波上漲 目前來到了大致上來到了下降趨勢線的位置 那當然 這邊其實也是有下降趨勢線 不過這邊這個位置是突破的 那我們這邊好像有點太多線 我們把一些線 刪掉 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目前看的位置是 188到 191 這邊是一個壓力的位置 188 這個位置 188到 不是 這是189 188 大概大致上這個位置 就是說這邊的高點 這邊的高點 加上我們下降趨勢線的位置 那就是還有這邊底部 這個 框起來這邊底部跟這邊的高點 形成了一塊壓力區 那今天呢 爆量 然後在尾盤 大家可以發現 尾盤這邊是 下去的 所以 感覺上 我自己感覺是 有點高點在出貨的感覺 如果說 他的量不是出現在前面進攻的話 而是出現在 後面這個位置 也是平均 不是說 不是說很集中在前面進攻的話 我覺得這個 爆大量 那有可能是在出貨 非常有可能是在出貨 所以 就 小心吧 雖然我覺得 看 貴買呢 沒有到 那麼的 可以去解釋說大阪目前的走勢 對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畢竟 他 他的 這個 影響度本來就比較小 大家主要還是看架選指數 今天講了13分鐘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博智到圓景吧 這全部是 呃 就我們這個會員許主的大家問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博智吧 博智我們先一樣都先看周仙 周仙呢 他是形成了一個 應該說在上周突破的這一根是形成的 下歇形態的突破 對所以說 理論上 下歇形態突破你就是買在 在 他的收盤架 那或是說等待 微測到這條線 再去做進場 或是說 就是 買 然後 這邊也不要做加碼 就是射停損 這樣子 不過一樣啦 如果說看形態 去操作了 你會發現說 如果說你獲利沒辦法去拉大 那基本上如果說你是小打小鬧 可能賺個幾塊錢就想跑的人 那你長期下來看的話應該都還是虧損 應該還是虧損 所以 盡量盡量 就 還沒到達停損價格之 呃 還沒跌下來停停損價格 都不要有所動作啦 那就是針對這個下歇形 但 我們細看 我們細看的日線級別 還是可以去發現說大致上在130有一個前高的壓力 大致上在130有一個前高 然後 好啦 以這個來看起來 龍券的話也沒有所謂的什麼 軋空行情 所以 上漲的力道有到那麼強勁嗎 我是 抱持的 懷疑的開度 那當然他有可能 他的營收很好 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確定 那我自己看 我會覺得盈虧比就 一樣不太好 所以 不考慮 不考慮 除非說一樣可以突破 130回撤 然後你再做考慮吧 再做考慮 我覺得 會比較好 因為這邊是有經過這邊的支撐測試 這邊的壓力測試 所以這邊理論上有壓 但 呃 就剛 剛講的嘛 如果說我們就已經看到一個有可能會起漲的一個訊號 那 當然 你就不要去 亂空 目前都不要亂空 好看一下 滑汐 這檔呢 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周限級別 可以發現說在大致上在66塊左右這個位置就是一個 非常大周期 從2021年到 這個地方跌破 4月初 4月中旬的時候跌破 之後股價都在這邊底下做盤整 然後可以看到龍券這邊是 暴增量 會下去嗎 不確定 不確定 但是 比較知道的是 如果說這樣的形態啦 如果說這邊 真的是一個 假 突破 因為那時候說 回撤嘛 可以做進場試試看 因為這邊有這個 10%的利潤 那當然 跌破3%還是得出差 只不過 現在在講 感覺大家還是覺得說 不要 因為 台股還是在上漲 有一些被砸下來的 最後又漲回去 所以你會覺得說 我們這射停損到底要幹嘛 幹嘛射停損 像我之前就有一個朋友 去年前年的時候 我跟他說要射停損 要射停損 然後他跟我說 射停 可是最後 好像射停損 這個的效用沒什麼用 他覺得他加碼比較低 第一檔的時候加碼比較有 因為最後股票都會漲回 會漲超過他的成本價 對沒錯 但 一樣有沒有 不知道他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 一樣都保持警惕 如果說你都不射停損 你可以像我朋友這樣操作 在去年前年操作的話 那當然OK 有可能你就是都是買強勢股 強勢股 就是說 漲上去買 跌下來 走一個N字形 像這樣子 N字形 可能又去漲 但是目前的看法 我一樣都秉持著 我自己覺得有可能的走勢 我自己覺得有可能的走勢呢 不是說這邊 我這邊停損下來的 都是白癡 我不是不會這樣想 我覺得你做得很棒 做得很對 為什麼 因為 行情呢 這一次這樣的行情 說實在的 也是 蠻奇怪 這一路只會漲 不太會下跌 也是蠻奇怪 那 我這邊一樣會看一個技術面的回調 就是這個地方 會下去 我自己看是這樣 當然 會不會走上 你會不知道 那當然會不會 Lounge 不會不知道 因為 說真的 因為不是所有的人 譬如我們講 奇貨 那奇貨可能就是 全台灣 或是說 那個國外的外資 都專注在 這一檔 商品 那會不會 這個華遜這一檔 其實他這個幾萬張 這個一兩萬張 或是幾千張 其實搞不好 其實 是主導在 某一個 派別的 這個券商裡面 這個 某一個主力的手上 都有可能 那我們都不知道 那這一邊會不會是 因為一直在做空 所以有個 剛剛好像解釋 然後現在 感覺上 已經好像 嘎不太上去 就往上掉了 也說不定 當然 看起來沒有回補的情況 看起來沒有回補的情況 所以 搞不好持續嘎嘛 對不對 都有各自的解釋 那我們 看就 看得簡單一點 你看剛剛行情 那你就覺得說 那可能會往上漲 那你就做多 那我自己看一個技術面的 這個方式的話 我覺得看空 我就不做多 就不做多 我不會去覺得說 我分析的是錯的 我反而會覺得說 現在市場 可能 真的就不一樣 可能真的不一樣 對不對 好我們看一下 創維吧 創維那時候是說 他跌破了這個底部 然後如果說再翻上來 是有機會 對 所以 基本上在昨天 如果說你去做進場 或者說在今天做進場的人 就看120吧 120如果說有回調到120 是你可以去加碼的點 加碼在這邊 那 最好啦 我只能說 最好是都不要碰 那力道更強 那今天爆個大量 那目前我看不到他的籌碼 這邊 算是波段以來的最高點 你說算是 好像也算 但他也沒有到很高了 因為他收一根十字星 然後爆大人士 真的不是很漂亮 他真的不是很漂亮 甚至有點醜 但還是希望他是 有人把他給推上去 有人把他推上去 但 因為其實 昨天是 怎樣 這個掌停板 那掌停板呢 隔一天 非常大機率 會吸引賞物 上車 非常大機率 就是韭菜割不完 會說韭菜 是不是覺得說 他們只看他們是 昨天是掌停板 所以今天衝進去 覺得一定會 覺得他低機起 覺得這個 大家講說低機起的個股 趕快去買 像什麼 智元新 漲 長得高了 星星南電 長得高 都不要去追了 我們是追一些可能 低機起 但是 往往這一種 這種情緒 可能大物就會看 當下的 大物還是會看當下的判斷 所以 我也沒法保證說 這個地方一定能夠上去 我只能說 破底翻 這個位置是不錯 那一樣 方法 都可以用 一筆單 兩筆單的方式 就是 準備個大概40萬 一張 然後兩張 然後跌破 直接走 跌破 上趴直接走 目前是 下降趨勢線是越過去的 所以 是有機會有一波上漲的力道 但我沒辦法跟大家保證說 他能夠漲到哪邊 我只能說 如果是我會先 上去我會先賣掉的部分 那 剩下的就看 整個大盤能不能夠持續的再往上漲 資金就卡在這邊 就是在這邊 好看一下 長龍行 長龍行就 之前就 其實 說真的 長龍行這一檔 如果說你有看我 副盤的 你基本上 應該買的位置 都不錯 基本上 應該都是 賺錢 這不是我在自誇製的 只是因為他走的 行情就 真的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是走得很平穩 那砸下來都收回去 這要 這要感謝主力 這不是我分析很厲害 我沒有多厲害 只有感謝這個主力 就是一直守在 大概 大致上就是29到30 那主要他可能真的是這一根吧 2月14號這一根的周線的 爆大量確實就是 主力 那當然 有可能他這邊隔一天也是 隔一周也是爆大量 可能這邊也是出的差不多 那剩下的就是 基本上就是在這邊 在這邊這個晃來晃去 對 那目前可以去觀察 就是他底下有個最遠最遠的 現在上升趨勢線是 再過幾周或許會去到達 那 就看這個上升趨勢線 能不能夠去 這個往上拉彈 因為畢竟現在下降趨勢線也到了 所以說 這邊會形成一個 類似像三角收斂 但他不是很光明 因為三角收斂大部分是看一個中進行 他會從 這個地方這樣子 劃上去 大部分是這樣子看 因為他也不是走一個很完美 不是說 底部在這邊 然後高點在這邊 然後在上下震盪 上下震盪 然後說到最終 他是 上升趨勢線 所以他也不算是 一個很漂亮的三角收斂 所以目前呢 就一樣 看回調到這邊 去做進場 讓他去 看自己吧 10%差不多吧 10%差不多 就 穩穩的穩穩的賺這樣子 那 再來就是觀察這個上升趨勢線 能不能夠 把價格給往上抬 或者說他就是要卡在這個地方 卡到上升趨勢線的位置 到來之後 一併跌破 這個就是我目前的看法 那日線其實沒什麼特別 你不要去覺得說這個位置都可以去做進場 這位置就是因為量 沒什麼量 所以卡在這邊 隨便買 就是被洗牌持續 對不對 那目前看的壓力呢 不確定啦 那剛剛畫下來的位置 基本上是會越來越低 我們這邊畫一下 基本上會越來越低 所以基本上不 不太可能再到達34 如果真的到達34的話 然後並且收盤 還收過去 那他整體的力道 應該是可以 值得去肯定 有可能又再上去走一波 有可能 當然目前 還沒看到 之前 都先不要這樣想 先不要有一個很美好的 你想悲觀一點 先悲觀一點 我們看一下那個加聯翼吧 加聯翼我們切成周線 給大家大致上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們目前呢 是突破了這一個 這邊支撐嘛 疊下來這邊破底 翻上來這邊變支撐 然後這邊就有點 類似穿來穿去 不過 在 大致上在今年的2月這個位置 又達到了一個 壓力位 下去 然後在6月 也又上來測試一次 下去 所以 這一次的 上週的 8月8號 這一週 上週的突破 其實是一件好事 有帶量 然後去突破 這一個 原來的這個位置是壓力 這個位置是壓力 那 目前我只想告訴大家說 這個位置就算突破了 那會不會 也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 這個位置上漲到這邊 就沒力 然後就來一個 一個假突破 然後增疊 這樣子 也有可能發生 所以目前的目標 我們剛才說 大概27左右嘛 拉到大概 拉不到 27 那你就是 做計算吧 那時候也是這樣的話 上去下來 然後買 或是說 買第一張單 死守這個地方 那可能往下抓個 兩三八 停損 或是說 買一張單 兩張 這樣子 做兩筆交易 反正就簡單一點去看 簡單一點去看 那最好就是 這樣子買嘛 然後這樣子 又可以讓你再加碼到 那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之後就看行情 怎麼去走 那時候 就是你只要 我覺得拉 基本上你就看開盤 然後看 收盤 開盤就是觀察一下 你的智慧單 你有沒有去打到 或是說這個開盤價 會不會直接把你的智慧單給點掉 就是看這樣子 那收盤就是稍微看一下價格 然後去 想一下 明天早上可能 你要上班之前 去看一下你的智慧單 怎麼去做操作 那我覺得就好 不用太過於 積極 去操作 那一樣可以啦 就是說 我們比如說一張兩張嘛 那這邊有三張 一張先這邊出 兩張這邊出 或是說這邊一張出 這邊一張出 我上下那張給他飛 看他可以飛去哪裡 那最後如果說 我再回跌到某一些 或是說你想賣 都能賣 至少把你的這個 獲利拉大一點 拉大一點 目前自己的看法 要看一下雅信吧 雅信呢 我們切成周線級別 是 這樣子的句話 那 為了幣 好吧 我還是搞不清楚他的線 到底是怎麼貼合到那邊的 應該是貼這一根跟這一根 基本上應該是貼這一根跟這一根 然後是切成 不還原的 剛剛那次看是不還原 所以 目前就形成了兩張圖 那我們 我們還是看成這個還原的吧 那主要我覺得線就全部抵制的掉 剛剛那邊就是頓得 拍誰拍誰 有時候看的太多反而自己不知道怎麼去講 那我們現在看的簡單一點好了 有時候想要炫技一下炫一下這個指標 不過好像 我還是看原來就好 那目前我們的看法就 稍微講的簡單一點 就是說 目前呢 他還是 處在一個算是空頭的一個位置 但是 簡單來說就是 我不確定 是不是因為 目前的大板在上 所以說我們看到這個 底部好像有一個粗量的感覺 當然我們等一下可以用 下一檔去做對比好了 譬如說台領 去做對比好了 我們再來確定一下 那 是有看到一些量能在集中 那我相信應該是有人看到 他好像是做 是做鏡頭的 其實我也忘記 忘記要做什麼 那 之前他是跟著 元宇宙一起往上噴 元宇宙已經往上噴安全了 然後 元宇宙是往上走 不過他還沒有往上走 所以我不確定是大家 也有在看這一檔 那目前他在 底部是形成了一個 像是三角收斂 所以 目前突破 140 這邊依然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 不過如果說你相信我剛前面講的 我剛前面講的那條線 是這邊的條線 如果說你相信的話 那基本上 還是不要做鏡頭 還是不要做鏡頭 對那 其實就是 這個地方就是會有一個 下降趨勢線 那當然不確定會不會準確 如果說他 真的被壓這個地方 那就把他當成準確的吧 就把他當成準確的 那我們就 140突破 恩 就大家自己做考量吧 大家自己做考量 然後台零 台零就是之前有畫 這個上些形態 上些形態那時候花花花花到真實 然後 在今天 又變成掌停板 這檔其實蠻會掌停板 那大部分掌停板的隔天都是出貨 這天掌停板 隔天出貨 這天掌停板 隔天出貨 那 這天掌停板 隔天 算是出貨啦 不知道大家量 出貨 所以說今天又掌停板 那會不會隔天出貨 那我們的這個上升趨勢線 好像一直都沒做改變 都是貼合在這個位置 一直貼合在這個位置 還是 蠻神奇的 那我們下面條線 就稍微做一下更改吧 因為那時候 我看的回調 是看一下 這個位置 看一下 是24 沒有沒有 不是24 是 上面那一塊 上面那一塊 把這些線都刪掉 雜亂了 OK 那我們現在就重劃一條線 目前的看法 會是這樣子 當然這邊都沒有做 沒有做到連接 然後 壓力的 壓力支撐的位置 就是在這邊 對 拉過來 大概 達13在這個地方 27 27 所以 要 當然 要做空的話 當然就是沿著上升趨勢線 都能去空 不過這是比較偏左側 一個逆勢交易 那你也可以等待 這個位置 突破 跌破 往下跌 往下跌 然後我們剛剛說要看一下這檔 5353 剛剛那樣很抱歉 有一點 頓底啦 看不懂行情 有時候我也是 看有一些看一看我會糾結在這個 好像有點看不懂 但是 又必須要講一下 好看這個虛線 虛線這個也是一個指標 就是我們這個 AUTO Trader line 反正就是 自動連接的這個線 我會用這個線 然後 有時候會看 就是時間多 會稍微來觀察一下說 究竟我畫的線 到底正確還是不正確 你看我來Trading View看 是一個很完美的 算是上線形態 然後 他還是有機會去 突破這個地方 還是有機會突破這個地方 那 我剛剛前面自己畫的線 我自己畫的線是長這樣子 我剛剛前面自己畫的線是長這樣子 所以 因為他的線其實 沒有到非常凌亂 所以畫出來 也差不多 然後也沒有除圈 除息的這一個 線圖跑掉的關係 所以 基本上就很漂亮很好看 那 就先說吧 就目前呢 真的要空的人 就自己小心吧 就是說他有可能真的 我覺得他應該算是一個 非常完美的上線形態 我覺得終究 終究終究 感覺上 還是會回來 就像台股 終究回來踩 第二隻腳 不可能完完全全都這麼完美的 這個上去 那 只要看一下這個吧 這個算是 一個 發現底部的東西 那他比較好運用是在 一個砸下來 底部之後 然後 還是要得去看一下 支撐壓力 並不是說 他的量柱有去量就馬上做進場 那是 不太 不太合乎情理的 所以說還是得去 有一些其他的應用 所以 基本上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那剛剛那一檔 呢 剛剛那一檔 那個雅信的 周線的 量呢 是可以值得做關注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雅信 這個量 那就還是 希望 他可以越過去 他可以越過去 這個 不要被這樣 往下壓 壓到就這樣 跌破 因為這邊也是三角收斂 那三角收斂其實就是 呃 真的要等他看出一個方向啦 因為 沒辦法知道說 真實的 到底有怎麼走 所以目前呢 就是這邊突破 再突破這邊 應該就有機會起漲一波了 起漲一波 那一樣都是我自己個人的 看法 我們看下一檔吧 巨響 巨響這也是 呃 我們這個 會員群組裡面的 會員問的 那 基本上喔 我要講的是 會員應該看 因為 大家進來的時候 是有儲存起的 所以說基本上你的成本 你的成本是 被 壓到了50塊這個地方 所以說 如果說你原本在52塊買 那你基本上是在50塊這個地方 你的成本在50 所以你要記著清楚這件事情 然後呢 就一樣啊 回歸 回歸我們講 我們講什麼 我們說 如果說 會怕的人 那 當然就是 拉到了 10%的位置 差不多嘛 就是50塊 下去算 不能用你自己買進去的成本 下去算 50塊下去算是 大概55塊 是10%吧 那最高是55.7 那當然不怕的人 當然你可以去 到達最高的這個位置 60這個位置 再去做 這個 解碼 那我們看的位置呢 我就先講 我們最終最終 上來這個地方 看的位置一定是 最好 當然講最好是能夠看到 最前高 當然是最好 不過一樣你中間如果說開始有回跳 然後你會怕 然後你又每天在那邊盯 你當然 他一點點回跳 然後 當然會在那邊 所以說最好的方式就是 跟我前面講 直接不看就好 直接不要看 設好停損 直接去 好好上班 然後不要看盤 然後 有這個 到達 其他的 買點 然後再 再去做別檔 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這檔吧 全台 全台這檔原本是偏空 那 其實我 還是覺得自己沒有講說 因為 說真的 我不覺得 這個量呢 這個4萬5千 到底是怎麼 下來的 我真的不確定7月6號這件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 為什麼這個 下來這個量呢 沒有去壓盤 反正最後還是突破上去 所以 最近的股市呢 真的是 令人覺得蠻奇怪 那當然這邊呢 我還是覺得說 這個位置嘛 他下來 然後 這一根啦 因為目前做空方 確實是沒什麼人權 基本上都是 被嘎的份 所以下來之後 又有人 爆大量給他給 又接回去 那我原本看來量呢 這個爆大量基本上 應該是會下去 不過呢 一樣要上去 這都沒有一定的事情 所以 假設我原本就孔 那基本上在今天的這個 應該差不多就出去了 應該差不多就出去了 所以目前一樣看回調 回調到21.5 有興趣再說吧 有興趣再說 那 這波拉 我覺得拉到23 先看前高吧 先看前高 不用看得太複雜 先看前高的這個壓力 壓得住 然後 上去算 9% 9%10% 沒有到非常完美拉 沒有到非常好 所以就自己嘗嘗看 然後還有遠金 遠金就是 原本就說 這個壓力 其實今天呢 安吉就碰到 碰到壓力 又被往下壓 然後 中美金也是卡在壓力 雖然中美金可能 不是那麼好 什麼太陽能之類的 但是他還是有牽扯到拉 也在做觀察的 基本上 像廣運 今天原本也想要空 不過 還是有點收手拉 因為最近是被嘎空 最近是被嘎空 然後也是下去 所以可以發現很多 這個 太陽能 好像跟那個鋼鐵一樣 大家有沒有發現 鋼鐵跟航運呢 航運通常有時候 連漲 都可以漲個一個禮拜 鋼鐵基本上 連漲超過 兩三天就很厲害 所以鋼鐵昨天漲 今天又漲 然後上禮拜還是 上禮拜一 8月8號買8月5 8月8號漲 8月9號又跌 所以說 就是 不要看到什麼漲 然後才去買 那目前 原金看到的位置 是37.5到38 是壓力 之前其實也是 講過好多遍 在這一天的時候 就講 就是 一樣 看法還是不變 一樣等待它回調 回調有興趣再說 那不然就是你一筆蛋 兩筆蛋這樣進 就是 看得遠一點 不要每天好像覺得自己 是一個股市 非常厲害的操盤的時候 在那邊進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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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覺得自己 超屌 然後可以賺到超多錢 然後 在這個 下跌的過程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幹嘛 對不對 一直被洗 好看一下 好像講完了 我們實戰講完了 那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